我们的时间来到我们万能备合开设计划 郭宁秀小姐的期设会 那我们首先请郭宁秀小姐 大家不用客气你的掌声 我们再热烈掌声 等一下我朋友来 那在网络上大家也有看到 宁秀小姐她其实是一位艺术家 然后呢所以她就是以她艺术家的天分 她想备合大家都在备合 她所备合她筹办一个万能备合拍摄计划 那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加入她的计划库 而且她还创作 她有音乐创作有非常多反合的音乐 已经有累计十场以上的音乐会 今天晚上她是第十一场的Live Show 给大家可以期待 那在我们宁秀小姐非常的用心 帮大家准备了影片 来介绍她万能备合拍摄计划 在她放影片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因为宁秀小姐 她在十月中她将到八代龙大 去做她艺术深造的计划 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 如果你对宁秀她的万能备合拍摄计划 有任何感动 或者是你对她要出国去继续这件事情 要给她祝福 我们在会场的最前面 各位先生们在签名的地方 有看到有卡片 那这个卡片 然后来等一下 大家可以传一下 你可以多来几张 你可以看到喜欢的卡片 也送给自己 那至少要写一张送给银秀 好不好 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银秀 谢谢师傅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十场 就是我自己做了两场 不然四个拍摄计划 然后最后有一场是在运萌 就是上礼拜 上礼拜九月九号的时候 然后另外有一场是在那个 我自己的画展 就是我现在在淡水的画展 在重建阶28号 就是开幕的表演 然后还有机场是就是 呃在外面的表演 就是像华光社区 清华街 最后一夜的晚会表演 那我今天 因为我大概是到八点 那我就把握时间 其实大概会有三个部分 就是我会先 就是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影片 然后中间我就会大概 用同一天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我会就再表演一下 就是我做的做的 可能我准备表演两首歌 就是我在诗诗音笔上面 反映我的创作这样子 对 那我先放一诗 我不要喝点 喝点唱 我爱台湾 我爱台湾跑到我的家园 台湾人没有那么好奇的点灰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死平庄又配一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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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扛的苦行的一个活动 对那那个活动就是 我就我就 他们也招募了50个人 在活动前就招了50个人 然后去扛已经被拆下来的家具等等 对那我就 我就我就跟着他们拍 然后拍到最后发现 哎怎么只剩五个人在拍 那我就我就还是把它拍完 拍到总统府那里 然后最后也剪了一段影片 刚好那个影片的 时间也是8分27秒 那 然后我会问这个问题是 到我们到总统府 然后结束要准备去法律部的时候 就是开始警察跟民众聚集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那时候是被挡在外围 然后我这句话就是问当时候的警察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相信台湾会更好吗 对然后本来就是 那边就是很混乱嘛 大家一定会跟警察办 下一次会反应说 以为我要骂他们之类的 但是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 我刚才说我相信大家会更好 因为我们都愿意站出来 然后某一程度我觉得警察 其实他们应该也不愿意自己是 那样的角色 我觉得他们站在角色跟定位 其实是很尴尬 但是 呃 当 我一直觉得抗争和游行 一直是非必要是必要抗争的手段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有些东西需要被改变 然后我们不能再姑息这样的事情持续不断的发生 然后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落实质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的话说就是我大概三月的时候开始进行万人配合拍摄计划 对那目前就是大概有三现在目前是三百零三百二十一个人参加 对那我还是简短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这样做的起头是什么就是我其实大学电视资讯管理 然后我从国东试念北书班 然后后来北书班毕业之后我没有想过我可能要继续走艺术这条路 然后我就我就开始只是一直在画素描 就是我一直画很多素描 然后就大学毕业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到台北当代艺术馆 就是当展场工作生 那其实我我在那边其实看到蛮多东西的就是我后来发现有另一家用他们熟悉的媒材 要他们关心的议题去发挥跟创作 那这是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在我的环境里面总是我们都我也是很一般的家庭长大 就是我们要你要出人头地等等 就是但是我看到这些艺术家 他可能为了劳工剥削 可能为了像是一些有一些监狱犯 就是他可能会为什么人会犯 所以为什么人会去坐牢 就是他其实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这些 通常是逼不得已才去偷窃去抢劫 然后用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也许关在老林的其实不一定都是真的最有因子的 然后可能是有 嗯就是蛮不知道的那件那个事情的背面 对那我就透过透过他们的创作 然后透过这样的认识 其实是我是我还蛮还蛮喜欢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比较温和 然后比较又可以完成的啊自己的意思 对那像这个second skin 他就是有意图家 他就是用呃里面其中有意图家就用那个 就是像人体的那种奶头啊 然后是这样门的那个皮子的部分做成包包 做成衣服 对那他其实就是在讲另外一件事 不过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动物的皮去做包包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反过来 变人的皮人的头 人的头发被做成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那又请何一看 所以我就在艺术的伴手里面 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然后那个可能性是 是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去让大众去观看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去做这些 也是把把社会议题放到创作里面 我们是第一个 那我也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个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我希望更多人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跟美界去传达 那我在研究所之后 其实有一段 有一段经历是我后来回想 呃我的生命一层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大学 我研究所其实念工业设计 那关系其实是结合社会学 所以我其实念完研究所之后 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想 是我认为设计其实是自个主演推手 然后让我非常觉得设计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不必要浪费的包装 那我其实后来留在学校担任STS的研究作品 我上一边有稍微提到 就是STS它就是Society Technology Studies 那它其实就讲到的是 我们社会决定我们要什么样的科技 还是科技来决定我们生活的样貌 对所以呃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是重新再去理解 自己以前思考的脉络 我觉得我可能可能没有 真的没有那样子想过 但它其实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工业参与 就是我们我们其实应该要很多人来看 我们现在的政策 还有我们面对科技使用不想要的态度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还是会认为是呃 科技是会是是是最棒的解决方法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过去的案例 并不是第一次就是唱会有举播 像当时其实现在目前的所有电影 跟记忆改造是很好的例子 对那接着我在呃201年 当研究助理的时候刚好 那时候也是呃辅导大理政 对辅导核灾 然后这个是隔几天之后台湾办的游行 那这是我第一次去上街头去 去游行去处求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当年就入眼 就是才认识到原来何界 就是就是发展是为了要做毒 要做成原子弹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看到对比到现在 我们还真的需要这样的科技 其实其实我很怀疑 对那你后来在同年的430就是 我在前一天晚上就跟Candy Bird 就是跟一些跟一些朋友就是在画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卡车的布料这样子 旁边是那个国务纪念馆 就从那边改出他 对然后这个小男生的那个眼神 其实让我让我很感动 就是呃到我们会认为18岁 才能够投票这件事情 就单单讲风投这个议题 我就觉得为什么小朋友他不能用他的方式去表达 他为什么不能投票 其实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人人都有求生存的意志跟能力 那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也是在我们生活在环境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对象 还有一个发生的 然后在2012是士林王家 我在他旁边他已经快被拆网了 然后呃有一段话我觉得他写的很好 然后后来我在看滑光社区还有参数 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最后会剩下的就是就是没有记忆 也没有临时 然后这句话其实也让我觉得感触很多 然后再就是309 那在309这一段期间 其实你在后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呃 309游行之后合处去 因为我觉得309当时其实来了很多年轻人 然后那个年轻人 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的感觉就是 当你的你的公平医师被唤齐的时候 我感觉很久了 所以我现在的并就能 перед